如果我認真地實踐了這件事 第一 我的內在平安一定會多一點 如果我實踐了這四句話 一個月認真地做 一個月之後你猜我的情緒會穩定一點還是波幅一點 一定是穩定一點 我會喜歡自己多一點還是憎自己多一點 一定會喜歡自己多一點 我整個思維會較為平安 較為清澈一點還是運怨一點 是一定清晰一點的 而當我這樣的話 我面對社會的大洪流 我是會比較穩得住的 而老實說我是天天天天這樣做的 我根本不知道什麼時候有波浪一過來 我就有沒頂 但因為我每天都在做 至少我每天回到去Honesty 我會問對著媽媽有沒有做 至少我每天會抱她三分鐘不說話和她聊天 一路這樣說一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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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我媽持的意見和我不一樣也好 我跟我自己說 我自己說你對著一個七十幾歲的媽媽 她在家已經沒有社交朋友 每天只看著無線電視 也都身體不是真的見得那麼好 她也都沒有可以有什麼創造 有什麼生產力 她也都不會有什麼貢獻 她每天就是要陪伴她自己壞老的身體 看著電視 你整天不在家 你覺得你跟她討論對錯有意義嗎 如果一個老人家每天在這些新聞不斷地轟炸 她的情緒也都不穩定 所以我跟我自己說 我說不要跟你媽媽說任何對錯 因為這樣對老人家來說是大殘忍的 你給她一個擁抱吧 她沒有朋友的 她不像你可以有那麼多閃開你的情緒 可以逃避現實 可以有那麼多社交 可以輸到你的情懷 她每天就是四面牆 我就已經這樣做 當我做完之後 我會比較喜愛我自己 我的感覺沒有那麼猛狀 所以我自己知道 其實你只需要這樣做 你的平安能力在這裏回來 或許我們改變不了社會世界的主流 但是如果你的能量變得穩定 你家裏就已經少了一個人 拿著油網到這裏走 如果你的能量一路一路溫和下來的話 你都可能會因為你願意跟你媽媽聊天 不再爭論去愛她 而她那個油網慢慢變世變世 開始靜下來 然後去到老人家 心中她要什麽呢 就是要多些兒女陪伴 要多些問候 香港人其實不是很懂得政治 我們其實是以家庭外作為唯一的能量 唯一的單位 所以這些就是我每天問 你有沒有做啊 你起床第一件事是看iPhone 還是抱你老母 你要做啊 我每天就是做這些事情 我能量一路一路穩定 這幾個月我是沒有那麽容易沒頂 那麽可能會失控 而對我們來說 如果我們明白 七百萬的香港人 就是由四百多萬的家庭組成 如果每個家庭有一個人 在這個能量裏面呢 那可以起的穩定作用 你真是不可以看少的 如果我們四百萬的家庭 每個家庭都有一個成員在這個能量 整個能量是穩住的 我們未必可以確保每一個人都不失控 但是至少他沒有惡化下去 因為這段時間任何的對錯 爭奪爭論 都沒有辦法可以修正軌道